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首先带你来看 基金二入昨天发生了一起调车倒退 撞进一间杂货民宅的意外 太极一公在调车撞击前的12秒 从店内走出来 幸运逃过一劫 监视器录下 杂货店女店员才走出店外 几秒钟之后宛如天崩地裂 店内架商务品猛力一撞 全都变了样 换一个角度看 原来一瞬间一辆调车冲进店里 还撞破墙壁 但仔细看车上并没有驾驶 这样起床然后猫咪他拉那个垃圾出来 我就赶快去 要去扫 我走过来15秒 我以为是地震 这个没有 看有一台车啊 下到赶快开门 他说在里面走过来 前面车子就中进去 差一步 差一步 意外发生在10号下午 接近二路上一辆吊车准备进行作业 司机把车停好 下车查看吊挂流程 想到整辆吊车 却突然倒退路 而吊车司机看到这一幕 也当场吓傻 事发地点就在里长 李源林家附近 听到巨大声响 里长也赶来协助处理 好在这起以外 女店员刚好走到店外门口 就差短短15秒钟 和死神擦肩而过 真的是惊险一瞬间 记者黄少民既有报道 再带你来看花莲墙镇后 在一一路和信寺入口的围老房屋 发生了坍塌 索性市府都发处 早已将这里列为围柔 没有造成路过民众的受伤 早就被市府都发处 列为围柔的一一路和信寺路口的老屋 在花莲墙镇后发生坍塌 为了保障路过人车的安全 市府展现效率 连夜拆除完毕 那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地震 那个显然就不安全了 那所以我们就积极地来把它拆除 那可以做新的来规划 我觉得新的规划一定可以对地主跟屋主 创造新的价值的 这个也是我们基隆市很多地方的写照 不止这里 有44年屋龄的仁爱区联宏社区 在地震后钢筋裸露更加严重 住户相当担忧 市长谢国良到场会刊关心 指示都发处将联宏社区 列为优先都根标的 由于基隆的都根专案办公室 将在4月底成立 市长谢国良有着很深的期许 强调都根是基隆未来 要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期盼改善老旧房屋问题 为民众来打造安全的居住环境 这个也是基隆市未来要发展 我们的都根办公室也即将将成立 就会针对一些老旧的房屋 以及市中心需要更新的一些地点 来做积极的来更新 大家也希望可以透过都根 来创造更新的房子 打造更安全的居住空间 所以我想都根对民众来说 过去可能基隆市的房价很低 所以大家觉得可能不值得都根 当然大家都可以看到 基隆市未来也是一直在升职当中 基隆市的价值 基隆市的房屋 基隆市的土地 所以这个就会让都根产生更多的一个立志 更可行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会积极的协调 还有更多的屋主在都根办公室的努力之下 把更多的老旧区块老旧房屋来积极的进行更新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有民众向市议员郑文庭反映 体育场的施工围离影响到公车站牌等车的空间 市议员郑文庭办理会堪 邀请市府相关单位设法来解决改善 公车开过来到站牌前让民众上下车 由于基隆体育场施工中 工地围离临时占据了原有公车站牌的一些空间 造成民众等车时相当靠近马路的车道 市议员郑文庭接获民众反映 特别会同市议员陈军佐 陈怡 邀请市府交通处公车处相关单位到场会刊解决 体育场施工之后确实造成后车民众的 这一个等候车辆公车倒战之前的一个危险的状态 那我们今天就希望交通处的这个交通工科 能够在限地划出一块区域 让民众在后车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 同时也能够用绿色的这个油漆把它涂出来 让行经该处的车辆都能够提前警示 就是希望那个交通处画一个类似人行道的区块出来 让后车的民众能够安全地在那边等车 对啊 不然你现在这样看 而且那个围里都会挡住公车站牌很危险 在议员会刊和市府的协助处理下 希望能提升体育场站牌这个后车区域的安全性 也呼吁驾驶人行经这里 能多注意等车民众的安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社会处结合相关的单位 在国门广场办理伊斯兰开斋节的活动 将近一千位的穆斯林一起膜拜祝导热闹欢度 像台湾人过新年一样的节日 市长谢国梁亲自参与 感谢穆斯林移工及新著名朋友 对于基隆这一个城市的贡献和付出 市府会持续打造基隆成为国际化的生活环境 尊重了解不同国家民族宗教文化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今年再度结合相关单位 4月10号早上7点在国门广场 举办2024穆斯林开斋节活动 现场陆续聚集了将近一千位 主要来自印尼的移工以及新著名朋友们 一起膜拜祝导之后热闹庆祝 拿着现场免费供应的鸡肉卷等 印尼传统美食小吃和水果香蕉 就像台湾人过新年一样 根据市政府社会处的资料 目前在基隆市的外籍移工以及新住民 以印尼籍为最多占比六成多 大约三千多人 因此许多台湾的雇主也特地让聘雇的印尼 穆斯林放假来参加开斋节活动 依照穆斯林的立法 每年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摘戒一月 日出之后到日落之前是不能喝水吃东西 开斋节等于是解禁的那一天 也相当于穆斯林的新年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民政处长张渊祥 中发处长林立禅 警察局长翁群能 社会处副处长盛会中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秘书 以及印尼驻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人员 都到现场参加 谢国良特别感谢许多印尼朋友来基隆帮忙 从事看护长照以及捕鱼等工作 或是成为基隆市的新住民 希望利用开斋节活动让彼此更加了解 市政府也会持续打造基隆 成为国际化的生活环境 今天是伊斯兰开斋节的一个功德圆满 那我们基隆其实有相当多的移工 其实都是来自于印尼 也是有参与这一次的开斋节 一共有62%的移工是来自于印尼 所以无论基隆是秩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 无论是来工作来观光或是来居住 我想我们都要把整个环境都要打造好 让外国来的朋友来到基隆 能够觉得舒适跟安全 所以我想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共同来参加这个活动 未来也会我们继续把我们自己的环境 要把它准备好 让基隆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在场参加开斋节活动的穆斯林好朋友 也开心的上前和市长谢国良拍照留念 印尼代表处感谢基隆市政府大力配合 办理穆斯林开斋节活动 以及对印尼移工和新住民的照顾 特别致赠感谢牌给市长谢国良 谢国良也回赠纪念牌给印尼代表处 象征双方永固情谊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开立委林佩祥 洗手师议员连恩典和八南里里长陈碧琴 争取到八堵路六二快速道路桥下 大约2000平的空地给八南里和暖暖区公所 规划为机车口罩练习场及篮球场来使用 位在八堵路六二快速道路八堵段桥下 这块目前都是杂草 大约2000平的空地 在立委林佩祥鼎力协助 西手基隆市议员连恩典和暖暖区 八南里长陈碧琴积极积取下 不啰嗦现场会刊不到五分钟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就同意 无偿借用给八南里和暖暖区公所使用 很开心就是代表林佩祥来参加这个高公局桥下的绿美化的借用 那未来也会配合地方看有什么需要的 就是争取更多的空间做美化使用 市议员连恩典指出这块2000平的桥下空地 原则上将规划为机车烤罩练习场以及篮球场使用 那特别也是八渡八南里的里长也一直在争取 那今天很顺利的高公局也欣然答应 等到我们把程序走完 他就无条件的来借用 那借用之后呢 我们现在最急的就是我们现在市长谢国良也在推我们这个电动机车 那让我们这个电动机车特别有一些的 第一次要接触机车要学的 这边有一个场地 也就是做这个机车烤罩 这个练习场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这个我们也要利用这个空间 再继续往下推动 要做风雨操场 来做篮球场 我想这个是非常多年轻人这个要运动所需求的 那再一次要谢谢我们的立委来协助我们这件事 谢谢我们林佩祥委员还有连恩典议员的帮忙 让这块可以好好的利用到 可以让我们的里民 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来这边运动 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里班公处也愿意任养 让这里的环境更好 至于取得桥下空地使用权之后 市议员连恩典表示 将委员暖暖区公所接手管理 也将请基隆市政府民政处 公务处 以及交通处尽快协助 除草基本整地铺设 和划设进出动线等工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3月29号之后 6个资费方案 我们会全面调降 还特别提出了两种资费方案 是直接降到零元 个人是觉得呢 真是非常的幸运 基隆的孩子们非常的幸运 我们的申请年龄 在基隆市的市民 从20岁到45岁 都是可以申请的年纪范围 在其他的县市都没有这样子的优惠 所以呢 我觉得基隆的孩子们 一定要赶快去申请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死云寺 都紧满了那就随便紧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新车停泛合法骑油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 拍手 拍手 另外地上贴油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盛栽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脚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此次可千万别忘得到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深远张肯辉发现 七堵区东新街 通往福基煤矿路上的两旁边沟里面 有三处被树枝和淤泥 阻塞水沟的水流 因此要求相关单位尽快清除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张开双臂 看着边沟里面 就是有这么大这么粗的树枝 混杂落叶和淤泥阻碍水流 而且不止一处 短短20公尺里面 大概就有三处地点都是这样 部分路段水沟里面也长出草来 这里是七堵区东新街 通往福基煤矿路上的两旁边沟 不知道是因为地震震落 还是有其他原因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发现 边沟里面竟然堆积手臂粗的树枝 混杂落叶和淤泥 阻碍水沟水流 张耿辉要求市政府相关主管单位 应该尽快清除干净 不然紧接来的煤雨季 恐怕将会造成积淹水的情况发生 此路段是我们长青里的 算是通往我们福基的一个道路 刚才我们发现到道路 水沟上积满了比我们首辈还出的一些树木 也很多的杂草 包含我们宜机的污泥 容易阻塞水沟的创通 冥雨季节接着又来的 我想呼应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该随着前则要赶快处理 尤其这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所有的产业道路也是一样 有经过最近的不管是地震 震下来的土石 有阻害到水沟的话 我们真的相关单位 要主动的去行事 然后来处理 以免我们接着冥雨季节来 好大雨的话 容易造成一些水沟村上的阻塞 然后并且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道路的行走的安全 被树枝堆积的边沟刚好是上坡转弯处 下方就是密集的住宅区 张耿辉担心万一没雨季大雨一来 边沟水流受阻无法顺着水沟排出 而是溢出沿着道路路面往下冲刷 就会影响道路交通 以及下方住宅区的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金融市政府特别为要参加 113年度全中运的代表队授旗 市长与副市长都亲自到场 祝福选手们都能势如破竹 旗开得胜 113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20号将在台北市登场 市长谢国良亲自授旗给金融市代表队 其勉在接下来赛事中旗开得胜 然后未来我们将在各项的软硬体上面 都协助各位 也请各位如果有什么觉得 希望我们体育环境能够改善的 跟各位的市长 跟各位的教练 跟各位的主委 跟我们这里市长反映 我们一定会全力服务 做好我们整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让选手们更心无挂碍的 好好比赛取得佳机 今年全中运 金融市代表队选手总计有418人 将参加田径 游泳 桌球 羽球 网球 射箭 等12项运动赛事 搜集市上选手说能够参加比赛 既期待又紧张 比赛的时候就是 就是可以很放心的做自己 然后希望这次全中运 就是可以把平常练习的感觉拿出来 然后希望是可以拿牌得前三 就我觉得蛮紧张的 然后但也很期待 就是最后一场比赛 希望可以拿出练习的成绩跟成果 然后可以发挥出来 金融市站哦 金融市站 到场替选手加油打气的副市长邱佩玲 特别鼓励小选手全力以赴 能够为金融多摘几面奖牌 去年金融市在全中运一共获得了五金七银十铜 总计有22面奖牌 刷新了近15年来最佳成绩 今年为了鼓励选手全力以赴 市场府新增了营养金奖励项目 今年我们的全中运运动会 刚刚有已经跟市长已经跟各位选手完成授棋了 那我们也很期待选手今年的好成绩 那今年全中运一共有418位金融市的代表选手 那12个项目比以往多出了两个项目 我们也相当的期待 那我们在去年的神经是五金 那希望今年可以突破到八金 那另外在比较我们期待的项目里面包括游泳 射击 跆拳等等的 我们都希望选手在今年有更好的表现 那金融市政府我们也在今年的选手的营养金 还有救商防护的部分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支援 也希望选手能够在比赛中无后顾之忧 然后包括在未来就这个选手的生涯里面有更大的支持 我们今年会想感谢我们救药市长为我们增加 所有的选手不是比赛完的成果冠例以后 他后续还有养养金 包括我们的练习的奖励金 跟台北新北一样的带领 所以会感谢市长为我们选手的设想 此外青少年网球发展协会委员陈迪 特别致政40箱饮料为选手加油打气 大家每日辛苦的练习就是为了梦想 为了将来为了这一刻 那想必各位都已经摩拳擦场准备多时 运动感动人心 我在此替在场所有运动选手们特采打气 那另外我代表养乐多公司 赠送四箱运动水到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那由教育处发给各位所有的选手教练们 那也在此祝福大家有好的成绩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将在4月20号到25号 在台北市举行 副市长邱贝林也提醒每一位选手 比赛时要注意自身安全 期许大家能够发挥最高水准 刷新上届得奖记录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外幕山海星游泳池传出游泳客被钉子刺伤脚底 在那旧的阶梯那边 其实像我们常来游人大部分都会自己都会小心 都会小心 泳客说下水前自己还是会注意 但传出有民众受伤 第一时间产发处请厂商到厂处理 8日上午会同厂商 针对用池周边进行巡检 只要有尖锐物品或者危险性 都先进行移除 议员的反应成情之后 我们有请厂商来做一些紧急应变的处理 其实有在目前的平台在加强这些巡检 其实主要是因为新旧的界面的问题 可能有一些旧的这些钉子或者是钢筋 没有去处理好 那我们今天也会请厂商赶快来加强处理 政府产发处一连两天 都会同厂商一起巡视现场 8日下午派出潜水员 下水检查有没有其他危险物品 在下午2点的时候 等到这个潮水比较退的时候 厂商也会去针对于这个 比较可能有突出物 或是钢筋突出物 我们赶快来加强处理 对 然后另外就是要跟各位游客 还有各位居民来这边来做报告 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海的下面有很多的礁石 那其实都是蛮危险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来玩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 然后因为有民众反应就是说 大家好像会到这个楼梯下面去做一些 更衣或是更换一些永巨的一些动作 那其实我们这边都有提供冲洗室 那其实希望大家 我觉得如果要更换衣物 或者是再要去做一些冲洗的话 其实这边都是蛮方便的 对 然后因为这个楼梯下面 还是有一些不安全的一些因素在 然后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的小心 依据现场观察 这些尖锐物都是早期用池既有的危险物 不过基于细水安全 禅发处已经要求厂商全面仔细检查 也请游泳的民众一起帮忙检视 若有发现危险物可以尽快通报 市政府会派员移除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4月3号的大地震 造成了暖街379项124号的公寓柱子严重军裂 经过专业技师鉴定后成为黄丹建物 是因为联论点积极协助 建议16户先成立管委会 向市府申请推动危老及灾害多根 重新改建 因为0403地震造成房屋内部柱子严重军裂 水泥快掉落相当触目惊心 而裂痕最宽处大约有一个成人的手指宽 这栋位在暖暖区暖暖街379项124号 大约40年屋龄的公寓 经过专业技师鉴定后成为黄丹建物 不过因为旁边还有两栋连接一起的公寓 属于同一时期的建筑而且是海沙屋 地震时旗楼内也掉落不少水泥块 目前警方已经先用警戒绳索先围住 避免人员以及机车进入 机动市议员联恩典也积极协助 希望这三栋总共16户的房屋所有权能 可以先成立管委会 再向市政府申请推动危老及灾害都根重新改建 这次0403的地震带给暖暖街379项 这边从118号到124号 这一共有16户的房子遭受严重的军裂 那当天市政府就派了建筑施工会 以及市政府的独发处也来到这里一同协助来勘灾 那他们的结论是先将124号贴作房单 那在这里禁止人的进出 要请他们全部撤离 目前也已经撤离完毕 那还有118到122这几户 尽量不要进去 那之前在921大地震的时候 在118到120号这边的柱子也有归裂 那这一次是又124号这个更严重 那建筑师也呼吁说这一栋的楼 已经几乎它的结构率已经减弱最少 有这个50%以上 所以也在这里也呼吁我们市政府 是不是在这一次的灾害当中 能够尽量赶快启动这个围绕都更的部分 那特别是对这一次灾害都更的 这一几十六户的房子 能够尽数来加强 当然我们现在是协助他们 第一个组成管委会 那赶快把这些所有权人都召集来 市政府会协助来做这些后面的灾害都更的事情 市议员联恩典指出零四零三地震之后 原本剩下大约四到五户的住户 也都因为安全因素先搬离公寓 而他也协助住户们签名先成立管委会 目前大概还有六户的住户联系不到 没有签名 希望住户们知道这项都更讯息后 可以主动跟联恩典议员服务处联络 尽快完成各项程序推动都更 记者吴俊松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拨打1.5反诈骗专线查询